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东西 他抓这些直播的原因是啥你知道吗 最主要的原因是啥 其实他不是什么未成年这些 他只是一个方面 他其实主要的核心就是 老国人不喜欢我们中国人利用这些小妹子 搏中国人的眼球去取悦中国男人 然后来赚钱 他们觉得很丢人 这种是一种耻辱 他跟我说的 就是那个翻译说的 他说我问他为什么直播这个在我们的美式 他说你们的美式那是你们 但是我们国家的人用我们这些小女孩 未成年的小女孩 去博取你们中国那些老男人的欢心 我们就不喜欢 这样对我们国家就是一种耻辱 他说这就是抓这个的主要原因 其他都是借口 就是主要原因就是觉得丢人 刚好我们杰哥出来了 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杰哥这三天在里面都体验了一些什么 你就详细的帮我聊一下 就是在里面吃的方面 住的方面 然后空闲的时间再做些什么 好吧 我现在行可以 你先聊一下吃方面 他主要是进气以后呢 睡睡觉这是一方面 感受就是他睡觉大概四十人睡十几个平方了 通间 通的有一个厕所 有一个厕所 中间他是里边有个厕所 厕所里还要睡两个人的 然后他是这样的 他是分三六九等的 上面的人就是条件好点的 家里给送钱的那种 然后就能睡在上面 上面呢大概就是可以平他 就是平着他 一个挨一个可以平着他 但是腿也伸不直 下面直接就是立着他 只能立着啊 就是侧身 一个贴一个人 然后你你比如半夜上当厕所回来 你就挤不回去了 然后怎么办呢 就得直接往人身上压 然后有一个人拿脚往里踩 踩进去 我骗你啊 真的踩进去啊 就是叠起来那种 一个一个人贴一个人那样睡 然后大概下边是睡四 没有四十个三十八九个吧 一共五十个人嘛 上面睡十几个 上面睡十几个 然后下边睡两台 一排二十多个 真的不骗你就厕所那么大 那个房间总共加站起来 人给开开还能松过点 一躺下的时候基本就是 没有位置 那岂不是气味也是很难闻 一股发霉味臭味 什么味都有 反正是那大葫芦生 葫芦生就是磁起皮肤 然后基本上都都是只穿个三脚裤 内内裤 那这个呀 因为汉车 对 然后一个贴一个 几十个人住一个房间 那个上厕所是不是也排队 排排队 地板是磁砖的是吧 磁砖 直接就硬地板 然后就有个有个铁门是不是锁起 嗯 然后镇的话就是宽泉水瓶里边装点水 就是大型那种宽泉水瓶里边塞点水 像可乐瓶啊什么的那种 那你们要是想喝水那什么呢 喝水它有条件的就喝大桶水矿泉水瓶 没有人呢 没有喝厕所的那个自来水 不是自来水 它那个水应该是抽抽出来的从井里 自来水都不是 就是拿水果有个管子有个铁 然后拿着一吸它就能吸出水的 你们你们睡是几点钟开始睡 天黑就睡啊 吃饭天黑就睡 没有别的活动呢 没有 晚上你们就是室内 因为有别的活动 没有 就没有人过来按死你 你没有减肥皂啊 你没有 哈哈 就是三台车嘛 他跟我说 那个老乡说 他说 也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有人 比较变态那种 就会把一个新进来的 打住打住我在拍视频 哈哈 自信脑补销 接下来 把一个新进拖在厕所里边 好好好 省了一万字啊 哈哈 哈哈 那我聊点别的 我这拍视频 哈哈 还别说了 我这拍视频 然后起来是几点东西 起床的话 天亮就起嘛 五点 六点不到嘛 啊 他有人敲 有一个人敲那个铁 打打打打 一敲 就像敲铁门 那个那种东西 然后就只起床了 大概就是五点多 六点那个样子 起来以后就不可以躺着了 嗯 只有老头 那三四个人可以躺着 其他人必须自我的 起来是做什么呢 转圈 在在就就把小饭店里面转圈 哎 在小孩家里转一会儿 没有 就是说放风的出去到外面院子里面 没有没有 啊 然后 然后他们是吃饭的话是早晨九点 八点多就发早饭 但是他不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把那种米饭拿过来之后 先团团 放那个小笼子里 就他们装弄米饭那小竹楼 放里边之后 大概在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才吃早饭 哦 他拿进来 但是不乱吃 是不是 嗯 对 不乱吃 然后吃饭的时候 就是一帮十个人左右围成一个圈 然后铺在地上一个东西 有一个 这十个人有一碗菜 那菜呢 就是野菜汤 加盐 什么都没有 我都没尝过啥味 我大概看着就是那种 这也有个汤 哎 有个汤 然后糯米饭 糯米饭呢 就一人发那么一团 然后组长来发发到谁手里多少就是多少 大概就是那么手抓着那么一团 嗯 两口就能干完 就那么多 然后如果没吃饱的他有人送饭 送饭的一般都是条件好的那种 送过来之后他会给那些人分那么一点 基本上都会分 这你那会不会分 就是没吃饱那些会给他们一点是吧 嗯 一人抓那么一团给他加点咸菜给他 我乐不得了 抢那个 那他有没有就是要求 叫你们出去做些别的老屋啊 没有 干活啊 送送菜什么的都没有啊 对 他只是 一个什么看守所 俱乐所都不算看守所啊 暂时鸡啊 放在那里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对待老屋人和对待中国人不一样 去对 基本上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不会让你去什么下边那躺这样啊 或者是我因为我在里面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老屋人进来 他要挨挨好几个人的 连踢再踹的一会踹一会踢的然后一会又问他啥那种就是 就好像过一遍那个你懂不懂太懵了吧那里面 太无聊了 问一下吧他多大呀怎么进来的呀 做了什么呀 但是据我了解那个房间里48个人 只有4个人 不是搞那个 那个的 剩下44个人 全是饭 全是饭那个药 懂吗 全是44个人 那里面有还有没有其他种吗 有了俩一个重香蕉的吧重香蕉的一个 还有一个撞车的 就这两个钟 剩下都是老人 其他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只是就坐着一直坐着 然后坐一天基本上就是老大坐在门口吹电风扇 老二坐在后边跟着蹭点电风扇 后边那些人就坐在里边留下一个桑花子 有一个风扇是吧 只有一个风扇在门口 自己买的不是人家给的 是里边的人花钱买的风扇 电费还要自己交 然后其他人就坐在里面 你这个能分出来 越往外的就是在里边混得越好的 最角落里头 最里头那角落就是混得最差的底层的那个 那你们以后是待了几天 就在里边待了10个小时 剩下就一直在院子里逛游了 那三天呢 三天不才4个小时 对呀三天只在里边待10个小时 就当天晚上他去了太晚了 他放第二天中午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然后你们就待外面 对一直在外面 外面是有个院子 院子里边 有商店啊 有他也不关你了 他就是你手机给你拿走了 然后就在院子随便走 就是一点没关 就是单天第一天关了一下 当天晚上关了一下吗 第二天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就一直在院子里边 呃有一个房间房间里给弄了一个 那个店就是睡觉的那种店 两席不是两席 是那种海绵店 就是然后有风扇厕所什么都有 但是还有一个老头跟我们住好像是看门的吧老头不知道干嘛呢 有一个老头跟我们三个人住住那一个房间 那个有个小床不大点 我们不想睡床 我们都直接铺垫子 铺地上睡地 两个呢 那你们的衣服呢 他有没有进去就让你们换上他们单地的那个 没有没有秋服 他们没有秋服 他们不换的 他们里边的人都穿自己衣服 就不穿衣服 就穿了个啥子 全是 他们洗衣服怎么换的那些 直接在厕所里洗 有洗衣粉 亮亮在里面是不是 里边很搞笑的 他什么都要钱 洗澡要钱 洗个澡都要钱 要 要不然你就那个厕所水洗 钱交给谁 给买水啊 从外面买一桶水洗啊 要不然那个厕所里的水是臭的 很臭 洗完之后甚至长光 那个厕所老先生说洗衣服就长光 就是买水洗的嘛 哈哈哈 买一桶 五千 就两块钱嘛 嗯 就是买一桶水然后就可以拿来洗澡 那个腿是什么桶 就是大桶 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大桶水 大桶水 大桶水那种桶一桶五千 但是那里面不是说不能 身上不能带现金吗 能 可里边花的飞气 什么 他不是进去他把你身上的东西全收掉 是的 但是他后面送了 还可以送是吧 嗯 朋友送啊 我听他们说送进去的时候 然后那个单机的他们的帽子会 嗯 给你贪污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不清楚 但是他门口有个商店商店的女的可以进去 然后他们就跟那个写个纸条要什么 那女的就给他拿过去 然后他给的钱就可以 那也还算比较清醒啊 我是担心你们进去做女朋友 哈哈 别的都没什么事情 呃 里面很搞笑的 他有六个环节 五个关男 一个关女 男的跟女的不关一些 那肯定啊 会出事啊 但是但是他里边发生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女间会往男间送黄瓜 啊啊啊好的好的 这期先到这里啊兄弟们 我们下播了啊 接下来内容 我跟杰哥妈妈在里聊啊拜拜